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特金会之后 美国方面表示 希望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轮会谈 能于今年9月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举行 据美国Axios网站2日报道 美国政府对与朝鲜关系的进展 表示出乐观态度 他们希望借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 由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的联合国大会上 举行第二次特金会 继续巩固两国之间的会晤成果 报道称 据美官员透露 第二次会晤金正恩将会展示特金会以来朝方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取得的实质进展 而另一方面 特朗普很可能借第二次会晤 进一步推动朝鲜无核化等改革和行动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高级官员表示 当地时间周日 由美特使送金率领的美国官员 一行 在板门电飞军市区 会见了朝鲜官员并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上个月峰会之后 两国首次进行的面对面对话 目前双方均在努力合作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 上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据悉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一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平壤方面给予合作 两国将在一年内拆除朝鲜的核岛项目设施 解决朝核问题是长期系统化考验招美双方意志力与智慧的博弈 中国资深半岛问题专家徐宝康说 任何向短期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 都是不现实的 即便朝鲜完成契合 之后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比如解决和平机制等问题 契合只是一个突破点 这是关乎半岛格局变化 东北亚和平到来的重大问题 并非美国一方说了所谓